这两天没什么不对劲 宋医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 偶尔会去商会 那姓杨呢 去茶楼和典当行的次数比较多 咱同志不敢跟太姐 但是她电话里基本上聊的 都是关于古董生意的事 你觉得 咱们觉察到什么没有 应该不会 咱同志都挺小心的 你觉得咱们觉察到什么没有 最近这个宋先生 对杨锦修是什么态度 有没有变化 昨天晚上他们吃饭的时候 那姓杨的给宋先生道歉来着 宋医生一直帮他说话 好像是宋先生不太相信那姓杨的 关于古董真假的判断 但是那姓杨的又想管宋家借钱 这事吃完饭以后就不了了之了 她是在演戏 杨锦修是在演戏啊 她应该觉察到 我们在监听她 不可能 我按监听的时候绝对没人看见 跟你没有关系 这个事也许是 宋洪凌让她这么做的 你觉得宋洪凌有问题 不一定 宋洪凌被杨锦修的假象所蒙蔽 当她知道真相以后呢 她又是她丈夫 她没办法 所以她得保护她 那咱跟她废什么话呀 直接把那姓杨的给弄过来 劈了啪啦一动审不就得了 劈了啪啦审什么呀 你有事实证据吗 就因为周雅露的一两句话 你把人抓过来 你能定罪吗 要定不了罪呢 以后怎么跟宋家再合作啊 做事不要武断 要动动脑子动动脑子 包括对宋洪凌的这个问题上 我刚才的说法 那也只是我个人的判断 但是话要说回来了 如果宋洪凌要出现问题的话 那也必须要抓她 明白吗 明白了 进来 什么事 你都得好好想一想 别动不动就劈里啪啦啦的 我回去作梦作梦 局长 原来电 文静 你等一下 文静 你坐下 坐 是这样啊 你对宋洪凌怎么看 您是想问我 宋洪凌是不是国民党特务是吗 您怀疑她 我有感觉 局长 我能说句实话吗 当然 宋洪凌是不是国民党特务 我不敢肯定 但我可以确定她不是坏人 为什么 我跟她接触过很多次 在这一点上 我有感觉 是这样啊 我呢 现在的确有点怀疑她 但是现在没有什么证据 无法证明她是特务 我想 能不能有别的办法 你现在能不能联系一下沉睡者 给她发封电报 你让她从军统的内部 打开一下 杨锦修和宋洪凌他们俩的身份 还有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好 我联系 局长 如果孙洪凌真的是军统的人 您打算怎么办 我想 我会说服她 走向正确的道路 如果您说服不了她呢 她会明白的 我是说如果 如果 如果 真的有如果 我知道我应该这么做 好 血压降下来了吗 放心 一切正常 宋医生 您看一下吧 好 董事长 那您多休息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麻烦您了 来 爸 您先吃药 吃完药 上楼休息会儿 我就在这儿等 王叔可能在路上遇到什么事耽搁了 爸 您放心 我这回一定走 您先吃药吧 吃药管用啊 吃药管用 废大臣 还花那么多勁调干吗 老爷 老爷 火车票买到了 几点 下午两点 太好了 爸 这会您放心了吧 吃药吧 大小姐 您的电话 爸 我去接个电话 组长 有情况 喂 宋小姐 哦 是高先生啊 不好意思 出诊时间更改了 忘记通知你 怎么回事 实在是事出有意 我父亲生病了 还请您多谅解 领尊的身体怎么样 还好 家里有人照应 您放心 不会耽误您太太的病情 之后的出诊时间安排好 我会及时通知您 好 那请你尽快 您太太的病情有些复杂 还请您耐心些 等一会儿 我开一副安神的药 您府上派人来取 好 我这边处理好了 就马上联系您 好 小龙 待会儿那个买药的出门之后 你从后面悄悄跟上他 找一个偏僻点相子堵一下 看他买的究竟是不是按谁啊 小心别暴露 是 净宇萱刚刚来过电话 交易地点定在哪儿了 我怕电话已经被监听 不敢再电话里说 我们得想一个新的联络方式 由你我发出 等会儿他会派人来去 几点的火车 两点 那还按原计划执行 你再想想 还有什么遗漏的事情 我走之后 就全靠你了 你快点 来 你看 吃一碗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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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大哥 放的东西还想跑 你们要找的人睡到跑了 我这拿药呢我 大哥 大哥弄错了真的不是我 真 这 这是我的药啊 这是药啊大哥 这是药啊大哥 这是药啊 你aha 你没有找那人跑了 我不是小偷 你们抓虎我干吗呀 完了完了完了 我这招谁惹谁了我 我不是小偷 真不是我呀 对不住了啊 走 这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 大哥 宋魂林让人监视起来了 他千叮万柱 不要跟他主动联系 新的联络方式 会在交易头一天 在中央大街南口西侧的 一个油桶上 贴上寻找黄老发的启示 你回来的时候 有人监视你吗 有啊 锁了我半天 让我给甩了 公安局大人 不好说 但是手底下还利落 不像是普通人 这两天不要露面 是 局长 您看这个 对了 长春那边有消息吗 暂时还没有 抓紧时间催一催 是 你看 好 组长 宋家乱博洋院 要了一辆救护车 救护车 说是宋博洋救济复发 很紧急 估计一会儿就到了 不对 宋家应该会调最好的设备 跟医生到家里这儿来 不用去医院 跟上那辆救护车 听我的指示 是 来 把箱子赶紧装车 王叔 王叔 我爸呢 老爷说了 他年龄大了 怕离别 他就不送你了 大小姐 走吧 爸 顾凌 走吧 别误了火车 爸 对不起 我不小 傻孩子 这时候说这些干什么 我呀 爸岁数大了 怕受不了车站的离别 我就 你答应过爸爸 走 快走 爸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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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爸 好了 不保护了 对不起 要是他们为难你 不会 他们抓不住我什么把柄 不会为难我 走吧 别问了火车 走吧 走 快走 走啊 快走 快走 你走多远 这儿永远是你家 爸 我一定会回来看您的 到时候 我给您带一个真女婿回来 走吧 走吧 您保重 欢迎订阅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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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国库之争是历史的必然 不过我们没有选择 少有疏忽就是悬崖前 真到了最后关头 我宋弘林 一定第一梗杀身成人 只要你安全 哪怕我们宋家就是亲家荡产 爸爸都答应你 我有些担心 我们的任务 会给我爸和妹妹带来危险 女儿我要 金条我也要 少一样 杀你全家 你就为了一点点你的个人情绪 你就要放弃自己宝贵的生命 你这叫什么 你这是自私 离开哈尔滨以后的一路上 宋弘林思绪纷乱 曾经在眼前发生过的这一切 都在他心底撕扯着挣扎着 曾经相信的一些东西 已经变得不那么可信 但他并不后悔 当初加入军同的选择 他最后决定 还是返回哈尔滨 他想 无论将来还有什么事 他不得不去面对的 他都不能做一个逃兵 如果非要给自己一个 再次回到哈尔滨的理由 那就是简单的四个字 善事善终 是 爸 我早就说过 洪灵离开以后 我不愿意再看到贵党人士 出入我的家 打完军条 我就离开 绝不再来 我今天一直在琢磨 您琢磨什么 我不能给你这笔钱 为什么 如果我给了你这笔钱 你们就会拿这笔钱 直接对付共产党 我死来想去 还是共产党比国民党强那么些 所以我不能给你这笔钱 我们有约在心 您这样出尔反尔 这是欺骗党国 我又不是贵党人士 宋某没必要尽忠 和谈欺骗 你还是赶紧走啊 您真这么决定了 决定了 放车 放车 您知不知道 我和红灵为了这次任务付出了多少啊 您又知不知道 红灵为了这个任务差点自杀成人 我不会让您毁掉的 这就是你们的党国让你做的事情吗 用枪指着一个手无寸铁的老者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没有别的选择 金鸟 我必须带走 什么人 上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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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长 有枪声 宋家出事了 你们去通知局长 其他人给我走 是 滚 进来 来 过来报寺 从哪儿排去 景秀 他们无非就是要钱 您让我出去 把钱给他们就是了 不想死别乱斗 听见没有 过来 神经病 别开枪 你们要多少钱我都给放过我的家人 你是宋博洋吗 我是宋博洋 爸 爸 进来 我们走 进来 我们走 爸 我坚持住啊 坚持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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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定 保护好红灵 快 走 上面 快回去叫宋云 是 你 我们来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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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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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红林在哪 你们找宋红林做什么 少废话 不说现在打死你 好 出这儿了 出什么事了 送他出大事了 废物 真是一群废物啊 这么大的动静 你们成熟才赶到的 我说你还能有人忙 还不出去赶快收购间 走 局长 什么情况 包括宋沃洋在内 宋家主普空七人身亡 咱们的人也有五人伤亡 另外 还在现场发现了四驱 应该是贼匪的尸体 身上没有任何文件 证明他们的身份 宋家其他人呢 宋红林和杨锦秀失踪了 宋雨晗呢 宋二小姐当时正在加班 已经派人去接了 叫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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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他没有 你们俩没有病啊 我家伙为什么不能这样 叫我进去 叫我进去 帮我进去 放开 放开 雨晗 里面现在看下现场 你不能进去 走开啊 雨晗 我快就来救他 走开 放开我 我发到海盗里面 你放开 我发到海盗里面了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你放开我 宋家很多之前的东西都在 我判断 应该是惆怅 为什么不能让我进去 我家伙 得知宋弘灵失踪 城墙悬了一路的心 总算安定了一些 但很快又沉了下去 他判断这几个统一着装的黑衣人 是训练有素的国民党特务 宋弘灵和杨景秋去哪儿了呢 他们是被特务抓走了吗 假如他们是特务 国民党为什么又要对付他们呢 你可不相信啊 你听句话好不好 我不相信 我爸爸 他还活着吗 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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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到了 谢谢 谢谢 我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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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的 我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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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 你别人 喝点牛奶吧 谢谢 对了 杨长官去你家取金条了 我不能回去见我父亲了 今天晚上 你一定要设法联系到杨长官 好的 我现在就去联络 董长官 董长官 韩处长 你什么意思 出来为官 不都是为了混口饭吃吗 我又没拿你手里的 都是自己人 没必要互相为难吧 我哥当年招你进入军统 真是引狼入室啊 只是我没想到 你是一点活路也不给我们兄弟留啊 杨景修在哪儿 我不知道 杨景修在哪儿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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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都给我刷花牙啊 你还不知道我送给了你们家一份大礼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只要你把你知道的告诉我 一切都好办 事情因我而起 你若牵连到我家人 我绝不会放过你 事情都到了这半天地 你还以为你是上校特牌员吗 不过没关系 杨景修早晚都会联络你的 三叔 家里还好吗 一切平安 黄霖 锦绣 任务完成了 就回来接我吧 你声音怎么有些不对 没什么 有点着凉 这是一个暗号 说明宋洪凌已经被敌人控制了 好 但我还有些路程 等我 我看错你哥哥了 我没想到 连他这样的人 都会见财妄义 不 你没看错 以前的那个 是他 现在的这个 也是他 如果日本人再打进来的时候 我和我哥依然会冲锋陷阵 但你挡了我们的财路 我们杀你 也绝不犹豫 你先去 给我接国安局 国安局吗 我有国民党特工的情报 我要你们程局长接电话 局长 来 喂 我是程江 程局长您好 我是杨景修 你们一直在寻找的国民的特工 我给你打电话 我是想告诉你 我的妻子宋弘令备 没人绑架了 地址在 到外 滨江路十三号 滨江街一十三号 救救你 救救他 在你的眼里 哪里春风沉醉 哪里绿藏如影 月光把爱恋 灑满了湖面 两个人的篝火 照亮整个夜晚 多少年以后 如云般游走 那变幻的脚步 让我们难牵手 这一生一世 有多少你我 被吞没在月光 入睡的夜里 多想某一天 往日又重现 我们流量往返 在北架而互盼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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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年以后 如云般摇走 那变幻的脚步 让我们难牵手 这一生一世 这一世一世 有多少年以后 被揉摸在月光 入睡的夜里 就在某一天 你忽然出现 你清澈又神明 在北加尔湖盘 你清澈又神明 像北加尔湖盘 在北加尔湖盘 在北加尔湖盘